现在游泳池开放了 却禁止淋浴 让不少的游客很烦恼 就是因为一般的游泳池的淋浴间 是没有个别的排水系统 而全台湾唯一的潜水旅馆就在台中 不过业者没有在怕的 原来他们将这个附属旅设的部分客房 控出来给客人来冲走 尽管少收一些防费 但是也成功地解锁中央规定 潜水员穿比基尼前下池底 完美曲线一览无遗 夏天潜水相当消暑 疫情爆发后 潜水旅馆停业三个月 终于熬出头等到这一天 损失是非常大 但是没办法还是要遵守政府的指引 防疫期间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维修馆内 然后清洁 台中西屯这家潜水旅馆 亚洲唯一潜水结合住房 碰上疫情爆发 咬牙苦撑生意归零 如今碰到有条件开放 只是限制和一般泳池差不多 大众淋浴间禁用 上岸需戴口罩 下水后还是得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夏天想要体验潜水 又怕指挥中心的防疫指引 规则太多不能淋浴 没关系饭店有解套 一般的浴室是禁止淋浴的 不过饭店有专属的浴室 可以供客人来这里冲行 我觉得还不错啊 因为可以单独使用在安全上 我会比较放心 相久以往 大家既在大众淋浴间冲澡 现在饭店业者将住宿房间当牺牲打 提供房内浴室供客人冲澡 不用再多付钱 稀可奏效了 关键就在独立排水系统 符合中央规定 还是要麻烦客人们 那就是要忍耐一下 接受一下政府的规定 我们比较好的地方的话就是 我们还有客房可以提供的领域 它是独立的排水的空间 我有一点自放途标的状况来做 潜水前教练学员一对一教学 控除距离 教练自主管理方面定期快筛 因性证明是基本 防疫措施做到滴水不漏 中央的种种限制下 业者一一解套 透过潜水空间营运这么些年来 想都没想过 当初结合旅馆经营 在疫情期间 竟然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成功解锁防疫规定 东升新闻是中华学报 在台中的采访到